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太平岛是岩礁 如何解析仲裁结果 政府宣示立场捍卫 台湾拥有太平岛主权 不过是否面临挑战 而大陆早就表达 不接受仲裁结果 而刚才也在重申这样的立场 不过未来可能会 采取哪些做法 那么这项采取结果 是否会牵动 南海情势陷入紧张 相关的话题 我们连线淡江大学 东西研究中心主任 林若宇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林主任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南海仲裁案 采取结果刚才公布 那么九段线是没有法律基础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 所拥有主权的 太平岛在内的 所有岛屿都是岩礁 包括渔民过去以来 所使用都不具有 实质居住性质 我们想首先请教主任 解决这项判决结果 当然菲律宾可能是 获得一大胜利 观察解析可能是有 哪些决定关键的因素呢 我想有大概至少三个 主要的关键因素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事实上中国大陆 一直强调他不参与 不表示意见 也不接受仲裁的结果 所以他就表示不信任的态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事实上台湾也没有被邀请 提出台湾的意见 那么即使我们也知道 太平岛事实上是有淡水的 而且有人居住 但是没有办法让国际社会来了解 还有仲裁法庭的法官们也不了解 那么再来第三个就是 中国大陆或者美国 都是表现出一种用军力来 就是来壮大或者宣扬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帮助不大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裁决 事实上有机可循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一直用比较威胁的强力的态度 表示不接受 好像是预见这个判决的可能性 是对菲律宾是有利 对中国大陆不利 所以中关以上 就是让这些最后好像 对中国大陆比较不利的结果 大家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果然是符合了中国大陆事前的预见 我想这个会引起区域的紧张的 是 好 那么继续相关的问题 也要请教主任 我想我们是感到非常遗憾 在今年以来 包括马云九总统 还有我们的部长级 那么还有外媒也都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 我们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对于南海争议 是在2013年就诉诸国际仲裁了 那么在2015年3月也提交补充 市政就把我们的太平岛也列为仲裁标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积极作为 但是在整个听审或开庭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说明 不过针对处理南海主权争议 蔡英文总统早就宣示 我们会秉持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 同时提出处理的三项原则 当然就是要依据海洋法跟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 提出主张跟立场 当然各国都有共同义务 就是维持地区航行跟飞行自由权利 也期待各方在不同立场跟争议情况下 都能够和平处理 那么就您那关常委员 政府应该是审慎的思维考量 应该能够在整个区域的一个稳定和平上 能够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决定跟做法 是的 我相信因为蔡英文总统刚上任 不到一个月 那么基本上我想会秉持 就是以太平岛是他等于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既然我们在事前 并没有办法表示意见的话 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不合理的 违反公平争议原则的话 我相信就是政府可能会依据这样的理由 提交一些补充的理由 然后表示不同意 也就是说认为太平岛 不是真正的可以居住人的 然后其实它还有淡水 还有很多建筑物 所以太平岛当然是岛 所以可以把这些补充理由 像这个荷兰的海牙法庭去做一些补充说明 看看有没有可能 这个仲裁来予以把它修正一下 不过当然事实上 时间好像有点拖延了 就是说如果可以事前来询问台湾的意见 是很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在太平岛的岛礁与否的问题 或者南海主权的问题 通常多边的协商也好 或是相关的 有关的讨论会议 事实上台湾都没有办法能够参加 这也是相当遗憾的事 也就是说台湾被秉除在这个多边商量 跟这个互相能够沟通的机制之外 这对于台湾的这个国家利益 不免是没有办法来保护的 事实上也是不公平 我想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做出极大努力了 但是遗憾这项裁决结果 就在中国大陆的反应方面 我们看到最新的讯息 中国大陆是指出菲律宾是单方面提起 仲裁违背国际法 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中国大陆不接受也不承认 刚才主任你也提到 这项裁决结果恐怕会升高了这个区域的紧张 那么您怎么样来看 中国大陆可能会有的反应跟后续引起的相关的效应 对当然中国大陆事前都已经说过 不接受他的仲裁的结果 当然我想这个前几天以来 这一周以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包括说他可能会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等等 有人还列出11项的可能性 什么第一项到第7项是还好 第7项以后就是真的会动武会动手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事上都已经在可以预见的可能 中国大陆之所以反应比较激烈 就是他可能也得到消息 就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利于他的 所以这个我想其实也可以让国际社会 或者中国去思考一下这个九段线 这种历史性的水域 然后这U形状的这个化解 真的合乎海洋法公约 这个部分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很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证据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很理性的来重新来思索这个问题 然后在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多边磋商的方式 来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安全 那就是一个大家坐下来讨论 而不是武力相对的一个方式 是 中国大陆也曾经表示希望透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所以是渴望来推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吗 我想是的 因为虽然菲律宾好像获得很大的胜利 就是他提出这个关于黄炎岛还有周边的海域的问题 是不是中国大陆认为是他的领土 或者一一之一是不是合法这些 但是就是新任的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他也强调说 如果这个如果中国大陆愿意跟菲律宾来合作 大家谈一谈都没有关系 甚至早先还提出 说如果菲律宾愿意帮助 这个中国愿意帮助菲律宾在铁路的这个兴建上 能够加以一臂之力 那菲律宾就可以不去谈南海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前后任的总统的态度 事实上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可能提供比较大的经济的援助的话 会扭转这个情势 那菲律宾的新政府的态度 可能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中菲的关系 可能不会那么紧张 会有一些转环 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是的 是那么继续要请教主任是 美国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在南海这个地区所发挥的一些效果 可以说其实整个世界菲律宾会诉诸国际仲裁 那么事实上跟中国大陆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摩擦 当然到后来会提请仲裁 也是因为四肢在国力或军力上可能不如中国大陆 那么采取这样的做法 美国扮演一定的角色 你怎么样来看 会在南海情势方面 可能去和黄卧市在中美之间的角力会是怎么样拉去呢 我想东美之间在争取亚洲的利益都是互不相让 而且美国从2009年以来的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就很清楚 那么关于南海的无害航情权是美国最大的武器 他就说在领海这个海跟空领空权 这都必须要自由无害的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 所以以美国的立场 他一再的强调 大家必须要遵守共同的规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美国也派出两艘航母 但我觉得中国也是相当的对立 也有它的军备的力量在准备 但是我想其实没有那么一触即发的可能 也就是说双方可能都是秀出肌肉 但是整个来说就是中美我想要有一些真正的武力的竞赛 就是真正的对打我想不可能 那甚至在菲律宾的总统有这样的态度 甚至我想连中国跟菲律宾有那个小的游击的冲突 事实上也都不可能 也就是说大家都看到这样的结果 都会有一种比较收敛的态度 而且可能正因为这个结果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仲裁 反而可以就是静下心来做一些思考 看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 否则的话大家会可能国际社会会认为说 哦为什么对仲裁不利的话就完全不接受 或者做出一些比较情绪性的或是歇斯底里的行为 那这样的话对中国大陆的国际社会的形象 更是不利的 对中国我想也会在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 这个努力就是说对国际社会表示不同的看法 有意义对仲裁不满意等等 我想比较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国际社会 而不是正如同周边国家所担心的 就是要把南海军事化或者武力化 其实这样对中国大陆来说 反而是一个更加不利的一个方向 好非常谢谢主任的解析 我们最后也来看在这个裁决结果公布之后 菲律宾的反应 菲律宾的外交部长雅塞是呼吁各方在南海应该自治冷静 他们说他们正在仔细彻底研究这项判决 那么这份重大仲裁案结果 当然以菲律宾的立场来说 他们是肯定的 不过后续怎么样的发展 刚才林主任也跟我们提到 可能会有一些形势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也希望能够和平来解决南海争端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东西淡江大学 东西研究中心主任林若宇 在解析刚公布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 并探讨引发的效应 以及后续观察重点 提供您精辟的观点 非常谢谢林主任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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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